国中小学生的明年暑假可能缩短剩下近一个月 因应十二年国教,教育部研拟推动中小学第三学期 将开设多元弹性的课程来增加学生文化和才艺的能力 对于放暑假的时间缩短到近一个月 部分学生和家长有不同的看法 明年七八月份,许多学生最期待放两个月的暑假 不过现在教育部研拟明年要推动中小学第三学期的新制度 到时候暑假可能缩短到只剩将近一个月 平常都应该是寒假只有三个礼拜 现在变成暑假也有了 所以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不开心 为什么 因为这么短,暑假功课怎么写完了 你不担心不能出去玩 你担心做暑假功课还有什么 这样的话呢,我要写哪时候才睡觉 听到假期要被砍半 不少小学生都很讶异 这次教育部影影十二年国教 将延长四到五周的上课时间 要规划本土文化、语言以及才艺等多元的弹性课程 来补强学生的学习能力 也可以让基础学科落后的学生 有时间跟上进度 课程则不计入学业的成绩评量 我比较轻松啊 因为我没有上班 学校帮我带小孩 可是上班人他会觉得 我不用花安静班的钱 对,小孩有地方去 要给学生做多元能力的补充的 其实也可以用这个时间 让学生来 应该是志愿来参加 不应该用,这个部分是应该志愿 不要用强迫 不救消学是应该要强迫 要中小学生在暑假回学校上课 学生和家长的看法各有不同 教育部这个第三学期的草案 究竟可不可行 预计在明年一月 会在全国教育局处会议做讨论 就像陈保罗,他不倒